好 各位粉丝们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YDFCC的iPad AIR2 音量屏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上黑掉 有几颗这个背光已经黑掉了 保持音量屏 我们开机看一下啊 它这个手机是在其他地方修过 修过不开机 但是修开机了以后 后期后面使用 又出现音量屏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音量屏这个队长 在这款手机 这款iPad还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已经开机了 听清楚看到啊 它就是这三边 这边是黑的啊 然后这个型号就是iPad AIR2 速成的iPad 6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给它维修一下 那这iPad我们就打开了啊 上下动过这个电源啊 这个电源我们看一下 这个电源管什么的 我们来看一下点位处啊 因为上下维修过 我们重点检查维修过的地方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iPad管这个灯的很多 12346 上面6组啊 下面6组啊 总共12组 就是灯的负极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灯它通哪里的啊 我们看一下 电机点位置啊 好它通向这个内部电容 然后 这边通向这个电源啊 我们再点一下这边这个 啊还是通向这里啊 下面呢 下面还是通向这里啊 前部通向这里啊 刚好它动的也是这里啊 也是这个电源 这个一罐灯通的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电源进行更换 先更换一下看一下 如果更换还是无果的话 那就是屏幕对它 没有断电磕屏幕 把灯灯烧了 这个iPad6啊 我碰到很多啊 就是不断电了 灯灯烧了 背光灯烧了 而且我们刚好有一个废的 刚好有个废的 我们把这个电源拆下来 装在上面看一下 这个电源也是它换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重装了 还是重新换的 我们先啊 背换一下试一下啊 如果我们这个没有这个屏幕的背光 只能先从它动过的地方出手 有背光的话直接也没有这个屏幕啊 如果有屏幕或者是一般有背光 我们直接拿背光测试一下 我们先换啊 如果还是一样的就是要修 不能修不管啊 就是平的问题 首先我们它上面有个散热的铁灯 我们把它拿掉 这个干它紧紧的啊 这个拿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 它这个带胶的啊 然后我们先煮一下胶 把胶已经煮完了 我们换现用风向啊 经营加热 然后准备撬啊 苹果的胶 还是比较硬 这个已经撬下来了啊 就要了几个点 但是这个是个废的啊 我们不管 这个点子是空点 没用的 我们为了保芯片啊 这个板子是废的啊 其实我们被这个芯片继续除焦啊 因为它这个 苹果iPad芯片的焦非常硬 好 我们已经除完一边了 我们再处理一边 已经除掉也蛮好除掉啊 再挡过手法啊 刀片一定要打磨 要不然是上今天的啊 但我这个随便刮的不会上这一遍 好 除完了 准备 可能第一边植不好 因为它下面全是氧化的 整体一热啊 好 OK 我们轻轻的拿掉啊 我看一下啊 没有没有提上的 非常完美啊 把边上都移在这里 OK 非常完美啊 好了 这个锡精之后了啊 边上的完美 锡点非常的好 接下来准备召唤 接下来这个主板我就不拿出来 拿起来特别麻烦啊 我要用这个卡片它垫起来 让它断电啊 这里是个电眼接口 断电 然后送给它再高一点 我就在有机会上 因为它就拆过了啊 拆过的时候是比较好拆的 几下去垂下来了 它就已经直播不再吃到温室了 OK 了 这个拿下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下面有扑过内油 那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锡除了一下 把它拖一下锡 那在我拖完锡的时候 发现它的底层的焦米是干净了 这种不出不干净 它就会出现结出不凉 那接下来我们上点松香在上面啊 先加一下热啊 让它板层一热啊 就好上松香了 OK 我们把这个电眼摆正好 让方向更高 它时间转时加热啊 时间转时加热啊 我的温度有点高 能看到啊 好好 回味动作 有了回味动作就好了 然后等待一半两天 清洗一下啊 然后用无程度把它打 把它连着装东西 弄干净一点 因为对 我们是直接用电池开启的 我们首先得先测量 有没有转路 焊接转路啊 OK啊没有转路的地方 OK 好我们开机了啊 发现这个屏幕还是影响屏 这个说明不是这个电影的问题啊 说明故障就在屏幕上了 这个只能换那个背光啊 背光啊 它已经进系统了啊 那个边上还是一片胡黑